我去韓國,當然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次的戰利品 但在戰利品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次去韓國的一個感受 我去韓國之前,其實我的期望是去到韓國,可以買到那邊 有很多很多東西買 我也很擔心自己帶不夠錢,然後沒得很盡情地去購物 但我去完之後告訴我,事實並不是這樣的 我想得太完美了 我對於韓國的期望實在太高了 我去到遊客最常去購物的明洞和雲大 但我在這兩個地方都買不到什麼東西 甚至是差點是買不到東西 如果你們有看我韓國的VLOG,都應該知道狀況是怎樣的 不過韓國對於女生來說,的確是一個球日天堂 因為你每走一步,都有很多不同品牌的化妝品和護膚品給大家買 但對於男生來說,我真的好像沒什麼東西買 我也是一個會買化妝品和護膚品的男生 所以我這次並不是買了太多東西 也沒有做到這個購物的責任 好,那韓國的感受我就已經說完了 現在就馬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韓國買了什麼東西 首先就是三副講起,雲大有三間比較有名的藍裝 就有N Playground, Another Awesome 和 Space Morris 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雲大行這三間藍裝的一個感受 N Playground 裡面有文青、街頭風格和 Casual Wear 所以無論你是屬於哪一個風格,我相信你在N Playground 都可以買到衣服 And Another Awesome 我個人覺得裡面的款式比較街頭風格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行業,因為我覺得它的衣服沒那麼精緻 Space Morris 其實就是我個人覺得最愛的一間店 因為裡面的衣服比較特別和有這個設計感 而穿上身給人的感覺都是大方得體和文青風格的一件衣服 這三間比較貴的就是Space Morris 中間就是 Another Awesome 比較便宜一點就是M Playground 不過其實也不太便宜 我自己在N Playground 買了兩件衣服 其實我本來想去Space Morris 買的 不過當我上去買的時候它已經關了店 所以我就去了N Playground 買了兩件衣服 其中一件就是 這一件 它是間條白色的一個外套 但它是有這個灰色的帽子 所以其實它是文青得來帶一點 Casual 的風格 穿上身其實是非常容易配搭 但它 Casual 又不會太普通 這些風格是真的很適合我的 我是那些普通得來有些特別的感覺 這個我覺得挺不錯的 這件衣服的價錢我就不太記得了 但我記得它是大約三萬多W 第二件就是這件黑色的長外套 這件黑色的外套其實沒有太特別的 唯一特別的地方就是它會有這些白色車線的紋路 令到整個衣服有些少設計的感覺 就不是很普通的一件黑色長外套 它穿出來的效果就比較文青惡霸 就不會太過 Casual Wear 這件其實我也覺得不錯 這件就要4萬W 價錢大概是$300港幣就OK了 接下來的衣服也是在新村買的 我就是一間的名字叫MIGWECH 這間店買了一件運動上衣 它的款式就是這樣的 Sorry 這裡有一個拉鍊 背部的圖案就是這樣的 這個穿上身真的很運動風 非常運動風 但它運動風也有大一點惡霸味 但我又覺得穿上身有點像中學生的運動服的感覺 不過Sporty的風格就是這樣的 這件的價錢就是$31,900 然後我去了Uplex的白貨公司去逛Dickies 我告訴你們 真的超級無敵 爆炸便宜 它除了Classic logo T之外 其他T-Shirt都是$100,000一件 大概是$60港幣 因為我聽說Dickies在韓國來說不算太熱 所以價錢也比較便宜 我自己買了一頂的帽子 就是Dickies logo的白色帽子 不是平的棒球帽子 而且我喜歡它的細節做得很好 這個扣子很漂亮 這頂帽子的價錢我忘記不太記得了 我記得港幣是$190多左右 之後我還買了兩件T-Shirt 其中一件就是這個 跟我剛剛沒有同樣的T-Shirt 就是白色的 第二件就是Lavy色的Dickies logo 其實它所有的T-Shirt都是非常漂亮 不是很普通的 我覺得穿上身都是非常漂亮的T-Shirt 客人在韓國的話我應該會買到10件 白件回來 因為真的非常划算 我自己也是超級無敵爆炸推介大家去買Dickies 大家只要去到新村U-Plex這個商場的5樓 就會找到這個Dickies 然後我也去到6樓去買這個Villa 我買了這件Oversize的T-Shirt 鬧鐘響 Villa在韓國也算是一個很流行的品牌 所以它的價錢不是超級無敵爆炸便宜 但也是比香港便宜一點 它不是Classic logo T-Shirt 因為我覺得太多人穿Classic logo T-Shirt 而且Classic logo T-Shirt我只可以內搭 因為我比較瘦 我不喜歡穿太短的T-Shirt 這個Oversize的 剛剛會到我這個手肘位 不會顯得我太瘦 我也是蠻喜歡這個款式的 我本身走Villa之前 我在街上看到有人穿這個 我覺得蠻漂亮的 誰知走走走看到Villa 我就買了這件 這件的價錢是$35,000 我今次在韓國也買了一雙鞋子 買了Sketchers 可能你們會問為什麼我不買Villa 現在很流行的那雙鞋子 因為很多人去韓國也會買Villa的球鞋 而現在也是非常流行的 就是因為太多人穿 然後非常流行的 我才不想買Villa的鞋子 而且我覺得Villa的球鞋的外型太大了 我就覺得不太適合我 再加上我自己就不太喜歡金鋒 所以我就買了Sketchers的 JIT LIGHTS 3 就是它最新款 我超喜歡這個 如果你有看VLOG 你也看到應該是非常漂亮的一雙鞋子 它這個款式就是我非常喜歡的 黑白色的配色 然後鞋底 這裡有深綠色的點綴 而且它的外型不會像Villa那樣大 雖然它也是偏闊的一個鞋子 但是真的沒有Villa那樣大 這雙鞋子是89000 大概是$690港幣 總之是$700港幣 超級無敵爆炸 超級漂亮的 我超喜歡 然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買的護膚品和化妝品 我買的很少而已 只有這一袋子 首先就是韓國最有名的 你到處都可以看到分店的Inners Free 我在Inners Free 就買了這個 My To Go Cushion 因為我最近用的粉底液就是Inners Free的My Foundation 我覺得都蠻好用 我也是非常喜歡的 所以我就買了它的My Cushion來試試看 首先在它的外型上 其實我覺得蠻好的 非常簡單的一個灰色 我覺得不錯 雖然它是大夠了一點 然後裡面也是非常漂亮 它這裡是一個皮 它的一個設計就是 它這裡是要按 才會有粉底在中間出來 用完出來的妝感 都跟這個My Foundation 是沒有太大的出入 只不過是比粉底液更透薄一點 之後我就去了Natural Republic 買它的面膜 因為我覺得它的青瓜面膜是非常好用的 特別是非常適合在夏天當作Morning Mask 是非常清爽 一點都不黏的面膜 然後我還買了蕃茄 粥 還有蜜糖 我總共買了四支 一支就有十塊 四支就是一萬九千瓦 最後我把四款都分了一半 就給了Manson 除了Bass 我還買了這個 露匯的保濕噴霧 因為我平時化妝的一個習慣 就是化完妝後 我就會噴保濕噴霧 我噴的保濕噴霧 噴出來的分子 一定要小顆 所以我平時使用 就是INUS-3的濟州海水 的保濕噴霧 有看我的化妝片都知道是哪個噴霧 之後我在Natural Republic 看到這個保濕噴霧噴出來的水分粒子 其實也是非常小 而味道也非常香 價錢更便宜 因為INUS-3是比較便宜 才12000W INUS-3的噴霧 是15000W 所以我就買了一支 回來嘗試一下 到最後我去了Olivier Yarn 買了兩樣產品 第一樣就是LUNA遮瑕液 這個我也是上網看到blogger 好用 然後我就買來試一下 我買了兩款顏色 一款是02號色 就是Natural Beige 它有SPF 28PA 我第一次看到遮瑕是有防曬的 之後就是03號色 就是Bright 它這個外形的設計 我覺得非常好看 非常簡單 那我就試給大家看 這個是Natural Beige 就是這個顏色 然後這個就是偏粉色的Light 我不知道它實際用上眼的遮瑕是否高 都是那一句 如果是好用的話 之後的影片都會分享 甚至我會在IG上分享 所以大家就好好追蹤IG 我開始會跟大家分享更多 護膚品和化妝品在IG上 Beauty Wallace 隨時會出現 大家密切留意 之後我還買了一盒的化妝蛋 這個就是Olivia Yanzi家品牌的化妝蛋 我也是在網上看到blogger說 它是便宜的化妝蛋 是非常便宜的 它大概港幣70元左右 就有三顆 但是不是真的好用呢 我現在就要即場測試一下 我已經把化妝蛋濕完水了 我給大家看 這個是原本的 這個是濕完之後 它是馬上帶了2倍 1.5倍 之後我給大家看 我這個按下去是這樣的 這個按下去 是超彈性 彈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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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超好 比起我平常用的那些 是更加有彈性和更加軟屬 我想用它來上裝應該是非常貼服 然後非常好上裝 好棒啊 我很喜歡這個質感 今天這個韓國的戰利品分享就到這裡 謝謝 希望大家喜歡 我這次的購物分享 資訊性比較多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給大家參考 究竟到時候你們去到韓國可以買些什麼 雖然我這次也不是買得太多 也是第一次去韓國 還有很多不足 希望大家可以見亮 不過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記得按LIKE和comment 如果你還沒訂閱的話 就快點訂閱 然後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最後可以把這條影片分享給更多人看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